判定风向的白烟缓缓升起 陆军航客伞兵飞着29方中的伞距 从1200英尺高峰跳出C13洞 地面塔台不时广播方位 提醒伞兵要精准安全落地 伞兵看起来轻松落地 但其实先前可是经过五点着地的翻滚训练 模拟高空操伞动作 还要站上人体恐惧极限的10米高塔试跳演练 除了伞兵要有严谨训练 负责伞剧整理的保伞工作也不能马虎 官兵检查伞面 整理线头的表情不仅认真也很专注 完成后还要签名负责 最后更要登陆电脑 掌握每一项重要资料 被抽中测跳的保伞员李敏玉表示 虽然知道伞剧是自己收 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折的 强调每一顶伞都会用同样的高标准仔细整理 李敏玉说 折完伞之后会由自己试跳 才能折给别人伞 跳 这伞对我意义就是 一顶伞就属于一个生命 我们要保护它从天空上降落下来 航特部政战主任武力文强调 伞兵训练过程不仅严谨 也有一整套的安全管制 未来持续会在安全无余情况下 做好各项训练工作 确保护均战力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小照片采访报道